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在中间 高齐笔 一笔完成 横着钩 横要短一点 瘦要长 再点在正下方 提按 然后向下 一笔完成 这个 瘦钩要垂直 内缘外方 这脚在这竖的下方 正下方 横扁 横短一点 提按 扁不要太长 这个扁高齐笔 那笔向右下方伸出去 相对要长一点 撇收那方 撇短那长 高低 错位 我们再看一遍 横着钩的写法 对 横 向上 提按 向下 稍后对应完之后 勾出去 一笔完成 再来看一遍 这个笔画相对 膳一点 相对 更为难点 利笔完成 切 银字旁 第一横画要长一点 横 要短 一 seam 很多的时候我们注意 间距就被相等 口的外形式到梯形 上宽下载 撇 右边这个横最有轻到重 竖钩要写得高一点 最高低要错位 撇这里面是个点 往上面靠 嘴出头要长一点 重 撇要短小而平 这个横要长一点 左地又高 横 多的时候我们要写的间距要小 不要写很大 横 这个横越长一点 要有长短变化 间距均等 中间竖要垂直 这两个竖往中间 昏 要扁一样 要扁一点 提 我们看一下斜钩 从这里面向右下方写行笔 稍微停顿一下锅上去 点页靠上面 你的笔画近一点 下面这个字要写得窄一点 树画 第一个树要短 右边的树要长 要粗一点 横往上面靠 日子不要先太宽了 这个横了间距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